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护理下 又有许多确诊患者至于出院了 他们当中既有96岁的老人 又有几个月大的婴儿 他们的康复让我们对战胜疫情更有信心 20号上午上海年龄最小的新冠肺炎患者 仅7个月大的琪琪出院了 这名患儿于2月3号确诊患新冠肺炎 7个月大的婴儿如何进行治疗呢 我们给他开了胸片 虽然是提示肺炎 那么整体情况比较好 对其实的治疗其实是蛮简单的 那么一个是对症一个是观察 在当中我们还给孩子做了修训的说法 他主要的表现是咳嗽 那我们就给孩子主要是口服了一些 西药的咳嗽要求 此前同被感染的琪琪父母也已出院 19号下午在湖北闲宁 一名96岁高龄的新冠肺炎确诊患者 也从通山县人民医院治愈出院了 这名患者是一名抗美援朝老兵 也是目前湖北省治愈出院的最高年龄确诊患者 由于患者患有高血压等疾病 且双下肢瘫痪 给治疗带来不小的挑战 经过半个月的治疗老人的情况一天天好转 两次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符合出院标准 接下来将被转运到其他地方接受进一步隔离观察 昨天八名新冠肺炎治愈患者从安徽省立医院感染病院出院回家 这八名患者中来自富阳市的金先生 2018年12月因为尿毒症在省立医院接受了亲属间活体肾移植术 现在新冠肺炎治愈再次走出省立医院 他百感焦急地说医院两次挽救了他的生命 心情豁然开朗 对以后的生活充满了希望 这个病并没有那么可怕 只要放松心情 自己给自己加油 基本上都可以治愈的 房舱医院昨天又传来好消息 武汉最早设立的三家房舱 江汉房舱123人出院 武昌房舱47人出院 东西湖房舱27人出院 出院总人数达到197名 其中江汉房舱出院人数 为现有房舱中单日出舱的最高纪录 江汉房舱由武汉协和医院接管运营 连日来出院人数不断攀升 目前已累计出院272人 武汉加油 中国必胜 这两天住院病人的总量在下降 我们最高的时候是1535 今天中午的时候是1394 一定程度上缓解床位紧张的压力 记者还了解到 在江汉房舱 目前还有大约500名轻症患者 两次核酸检测已达阴性 在进行医学观察 CT等检测后 也将有望逐步出院 就能够靠下来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